那么昨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来自台湾的青年黄景臣 跟一群志同道额的朋友 在墨西哥当地发起了一项名为 记得我是谁墨西哥玛雅原住民故事书计划 那么这项计划呢 是希望透过出版故事书 为当地的玛雅后一孩子 免费提供教育资源 并且呢保有他们特有的原住民文化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越洋电话连线到墨西哥 邀请目前人正在当地的黄景臣 来跟天堂宝分享当地的故事 以及呢这项故事书的出版计划 又会怎么样进行 哈喽景臣你好 哈喽你好 是景臣我们知道这个好像 墨西哥恰帕斯州 在前阵子好像发生了地震是不是啊 对 其实我们今天刚好就是镇阳 是那目前当地的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呢 嗯基本上的话 我们在的山区 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嗯哼 就是只是建筑物 呃因为老族的关系 很多有所损坏 是 但是因为都是比较低矮的建筑 所以人身安全的话 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哦哼 不过他们这个目前 他们生活上面 有没有产生一些影响 呃其实比较直接的影响是 就是更多的小朋友 无法去上学了 嗯哼哼 对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很多的学校都陆续的停掉 对然后同时也因为 道路也有所损坏 而村庄基本上是很分散的 是 所以当他们没有办法去 就是好好的交通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其实他们也很难去上学 嗯哼哼哼 所以现在目前状况 都还在排除就对了 嗯 好我们再回答 我们这一次这个计划的部分 你们这次计划 是除了这个 记录故事的部分 我知道在教育的部分 你们也规划了一个叫做 图书工作方嘛 那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图书工作方 你们是怎么样做进行的 嗯图书工作方的话 我们是 以就是教导小朋友 如何读书 如何写字方面下去进行 是 对因为当地有许多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只会说 自己的原生语言 嗯哼 而不会说西班牙文 嗯哼 但是如果他们要进入到 这一整个社群的话 西班牙文能力 势必是必要的 是 对所以我们是从教导他们 哎 怎么念 怎么写 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同时就是 呃 透过故事的安排 还有透过戏剧的表演 让他们可以觉得 哎 真的是很丰富的一件事情 很有趣 这样的 嗯哼 所以他们西班牙文 是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啊 呃 很多人是完全不会说 或者是很多小朋友 是尽管会说 可是是没有阅读 没有书写能力的 哦 那当地的呢 我看到计划 好像也会有 也有这个 呃 对当地的一些 可能是妇女 或者是居民来做教学嘛 对不对 嗯对 因为在当地的话 妇女是不被允许去上学的 哦 对 就是妇女从小 都是被教导 哦你要学会做 呃 墨西哥饼皮 所以他们的 从小就是在做 totillas 然后在学习 怎么防止 而不是去上学 嗯哼 通常在他们13岁 他们就会被迫要结婚 这样子 嗯哼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 这个观念上面 要一个很大的转变嘛 尤其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 像这些妇女朋友 从小是 呃 比较不能够受教育嘛 所以你们这样子进去的话 你们是采取 小班制的方式来 教学吗 对 就是基本上 每一次的活动 我们都是采取就是呃 一个人对三四个小朋友 这样子 就是先 依照他们的程度 做分级 嗯哼 然后再决定说 哎 针对个别的 针对个别不同层级 我们要怎么做教学 嗯哼哼哼 那像你们课程的部分呢 怎么规划 呃 课程的话 我们目前是做 一个session是四期 然后一周一次这样子 嗯哼 第一期是教导他们 如何读母音 第二期是子音 第三期是造句 和造词 然后第四期就是 带着他们慢慢的念 故事书这样子 哦 所以你听起来 就是真的是 从基础开始教嘛 对不对 从这个母音这些部分 所以像你们这个师资的话呢 是就你们九个人负责吗 嗯 也是我们九个人 这样自己下去教 因为其实在墨西哥 他们前一阵级 有一个教师抗议的活动 嗯哼 对 就是在当地教师资源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也造成了说 他大师都基本上 他们是不存在 有教育资源的 嗯哼哼哼 所以你们这样子 平常自己有工作 然后又要规划课程 那可能还要去做 这个田野调查 去调查这个故事 你们这样时间 怎么分配啊 嗯对 其实很辛苦 就是 呃 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是比较弹性 可以自己安排的 是 哦 就尽量这个几十间出来就对了啦 对 是 不过其实我们回归到这个现实面 虽然大家都有满腔热血来想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相对来讲一定要有一些资金 或者是一些资源才可以运作嘛 那这个部分我们怎样做解决啊 嗯 目前的话 所有的资金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负担的 哇 其他的成员呢 对 然后大家的话都是自工性质 所以我们的话负担的开销 就比如说书籍的印制部分 还有交通的费用和拜访费用 还有工作坊的材料费 还有每次开会的咖啡费这样子 嗯嗯嗯 你这样还负担得了吗 因为你平常听起来你也不是一个比较 怎么讲 有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嘛 对不对 你收入可能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那你这样子还能够支持吗 嗯 就是目前的话是 勉强还可以维系 但是真的越来越困难了 随着我们合作的村庄越来越多 然后随着工作坊的增加 我们真的是现在很需要帮助 所以才会开始做募资计划这样子 嗯嗯嗯 这个谈到募资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 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 可以上这个募资平台Flying V来查询 这个记得我是谁 墨西哥玛雅原住民故事书计划 上面都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不过我们刚谈到这个工作坊的话 我们工作坊目前您刚提到是说不只只有一个是不是 是有很多点的工作坊 对就是我们目前有和不同的组织和村庄合作 啊哈 所以的话因为我们是做四期是一个session 那是第一level 1 level 2的话就是两期为主 嗯哼 对 所以就是我们是患者不同的地点这样一直进行下去 啊哈 所以是同时进行了吗 呃 同时的话我们大概会有两个 两批的工作坊正在进行 啊哈 是 所以你们也有这个计划有跟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NGO团体或者是单位合作吗 呃 呃我们的话目前有跟两家当地的艺员合作 当地艺员主要是提供我们一些呃 呃资源 比如说像材料 比如说像呃 艺术家还有场地 好好好 然后或者是跟NGO合作的话 主要是跟与儿童教育有关的NGO合作 他们会帮我们寻找的是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然后帮助我们开设课程这样子 是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NGO跟这个单位都是他们当地的吗 还是说是国外的 呃都是当地的 哦当地的 所以你怎么样去跟他们做 呃怎么讲 接洽是你自己去找他们的吗 还是 呃对 基本上我个人负责的事务就是整体大范围 还有负责财务的部分这样子 嗯哼哼哼哼 哇所以你这个很辛苦 这个要在当地这个推这个教育工作 然后一方面也要去洽谈这些这个合作的一些资源 嗯所以这个今天应该要非常谢谢你吧 还可以抽出时间来跟我们做访问 哦没有 我的荣誉 OK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情台湾单元 就是台湾青年黄景臣所发起的 记得我是谁 墨西哥玛雅原住民故事书计划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台湾吼 台湾吼 你在唱什么啊 哎呦我在收听央广全新带状节目 全球台湾4.0啊 全球台湾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全球台湾4.0 带您从经贸科技文化的面向 重新认识台湾 据凡是台湾软实力 前进新南向 参与国际合作 以及独步全球的技术发展 全部都有哦 哦所以全球台湾4.0 也让大家了解台湾参与国际的贡献哦 没错 每周一到中午晚间9点30分 全球台湾4.0 带您重新认识世界 也要让世界看见新台湾 开放历史 每周五云端档案 90年野百合学运总指挥范云 带您回顾当年新闻现场 学生运动如何带领国家不断前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台湾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 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情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台湾青年黄景成 来听到朋友认识了他们所发起的 记得我是谁 墨西哥玛雅原住民故事书计划 不过景成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我们常讲就是说 这个万事起头难了 那你们这项计划又是在一个比较 对你来讲是一个陌生的国家来推动 那不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从去年一直进行到现在 目前这个过程当中都很顺利吗 其实一开始真的是困难重重 对一开始真的是很 原住民们很难理解什么叫做故事书 然后为什么要做这项活动 为什么他们小孩子需要有教育跟缘 为什么小朋友需要上学 对所以我们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 在说服他们就是 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些难忘的状况 你有没有被轰出来过 也是有就是开会开到一半 就是对方就直接杯子丢了就走了 真的吗 对就是当地原住民们基本上是比较排外的 他们很多人会认为说 你外国人来到这里 是为了抢夺我们的资源 为了抢夺我们的财产 为了抢夺我们的生活 为了剥削我们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你做这项计划是不是为了你私人的事业 是不是为了要赚钱 是不是为了要利用我们 所以你遇到这状况怎么办 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那时候还不懂事就很生气 你都跟他杠起来了吗 对就直接跟他说 你只是在刁难我 我东西都摆得这么明显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刁难我们 然后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 你只是个外国人 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帮助我们 你凭什么认为你有资格帮助我们 对这也造成我很大的思维的改变 因为比如说 我之前在非洲当志工的时候 我总是会觉得说 我们是在帮助他人 现在我会开始忍不住的在想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想法 我在帮助他们 他们需要帮助呢 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想说要打退堂鼓吗 过程中也是有很多很失望的时刻 但是总是觉得说 只要我坚持下去了 而且我还有我的团队在配合我 我的团队在支持我 并不只是我在支持我的团队们的梦想 我在支持我团队的热情 他们也在support我 所以你是这个算是中间的分子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先撑下来嘛 不然你后面计划怎么推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你这个要很有耐心的 一直不断的跟他们沟通 一次不行两次不行 然后就一直一直要这样子 跟他们讲你们的一些想法跟观念就对了 对 就是我们后来发现 我们其实试着先去做了之后 做给他们看 他们才会相信说 你真的可以做出来 他们才会对你有所认同 还是要有点成绩累积 他们看得到的 他们才愿意比较相信你们就对了 对 是 不过就你观察的话 他们当地人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背景或者是文化认同等等 他们有遇到一些状况 其实因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 当地人他们的生活真的受到很多外来的冲击 再加上原住民们他们一直是墨西哥社会的底层阶段 是 对 所以其实他们对自己是极度缺乏自信的 也正为说 我可能不值得更好的待遇 我不应该就是收到别人的帮助 他们其实会有这种想法 同时也不断的在否定他们自己的文化 对 所以于他们现在的话 在缺乏自我认同的状况下 文化就只剩下可可 咖啡 仿制品 这些可以换用温饱的廉价的观光资源 是 所以他们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嘛 听起来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时代改变得太快了 这变得说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作为信仰的了 他们只疯狂的追逐当下 还有眼前可以看到的钱而已 嗯 嗯 其实有一方面也是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彼此 毕竟这个生活上面就比较辛苦一点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有时候可能为了温饱 真的是必须做取舍的时候 只能舍弃这一块 然后只能这个就能够填饱自己肚子为主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这个计划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故事书的方式 除了透过教育之外 也能够协助他们来激起他们自己的一个文化嘛 对 对 不过老实说 对于当地来讲 就是说其实我们团队很想要帮助他们 但就像我们讲的 毕竟我们都是成员都是外来人嘛 那他们这个当地居民对我们这项计划参与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一开始他们是有一点就是不太信任我们的 对 一开始原住民是不太信任我们的 对 是后来我们不断的去说服 然后真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了解了他们的生活价值之后 再以他们的立场去跟他们做沟通 所以他们才慢慢的说 可能可以尝试看看不同的东西 可能教育真的可以改变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才开始有这种想法 所以你们这个生活在一起是怎么样进行的 是long stay的形式吗 对有点像homes day就是我们有自己的 我们在各个村庄现在基本上都有接洽人 我们就是住在接洽人家 然后跟着他们整体的社群 一起去做劳动一起农耕一起祭祀 然后一起纺织 就是按照他们怎么生活 我们就跟着他们怎么生活这样 就是你们实际跟着他们动手做就对了 所以这个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个 他们当地比较有趣的一些文化 当地很有趣的文化 比如说他们的祭祀文化 就是很有趣 因为他们一方面很反对就是外来客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很着迷于可口可乐 对他们认为说可口可乐代表的是 一个金钱的象征 所以他们如果说去教堂的话 他们是用自己的祭祀仪式 但是旁边放的全部都是可口可乐 对然后很有趣的是 他们相信说黑色的鸡就有魔法的力量 所以黑色的鸡可以清理一个人身上安装的疾病 所以他们就会带着鸡然后带着蛋进到教堂里面 然后用鸡还有用蛋就是清理一个人的灵魂 清理完了之后一口气灌下一整罐的可口可乐 再把鸡带去教堂外面杀掉 是 这是当地特殊的一些这个祭祀的文化 一个信仰就对 信仰的部分 所以听起来你们如果要跟他们拉近关系 用可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在不少的村庄 他们都要求我们要送过去的见面礼是可口可乐 还要见面礼啊 所以这个是他们当地特殊的一个怎么讲 生活习俗文化吗 现在的话已经变成说已经是了 用可乐来当这个伴手礼 所以你应该花了很多钱在这个部分吧 对就是 为了要拉近关系 可乐其实还没有太贵 对应该可乐还好啦 还负担得起这样 是 不过我们刚谈了很多这一次你们这个 一些故事书的一个想法跟进行方式 那你们这次出版图书的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到底内容描写哪些故事 我知道你们好像出了第一本了嘛 对不对 我们目前有第一本故事是关于当地的动物的故事 对 然后第二本故事在筹备中的是关于当地的信仰 叫做Animal Protector 动物守护灵 由于在传统的信仰文化上面 他们相信说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都伴随着一个动物守护灵而来 对 然后这个守护灵会帮你挡掉你所有的疾病 还有霉运 如果说你发生重大意外的话 他会代替你而死这样子 是 对 然后第三个我们正在进行的故事是Ele Sombrero 是当地文化中的死神 以一个西班牙男子的形象作为呈现 其实他们对西班牙文化的害怕 还有他们对侵略者的害怕而来的 所以目前已经出版了 是第一本已经这个动物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那后来这两本就是信仰跟死神的部分 是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吗 对不对 对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纺织品图腾的故事 因为在原作民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可是这些语言是没有办法被书写的 对 所以在古远的时代 他们是用纺织品来编织一整个故事 这样子 所以目前这个同步进行当中了 OK 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 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请台湾单元介绍的是 台湾青年黄景臣 所发起的记得我是谁 墨西哥玛雅原住民故事书计划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0800-880-699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啦 0800-880-699 对不起对不起 台湾的听众这只电话迟到了 即日起 央广为台湾听众准备了免付费电话 请记住这个号码 0800-880-699 只要开放现场勾勵 台湾听众都可以拨打这只电话 完全免费哦 免费哦 0800-880-699 空八空空八八空六九九 免费的啦 好嘞 免费哦 您了解中国吗 央广新闻部推出全新新闻时段 中国这一刻 带您从社会 人权 环保 政经 两岸等各个新闻面向 看见最真实的中国 7月3号起 周一到中午 晚间10点 尽情锁定央广华语网 中国这一刻 真情台湾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真情台湾单元 要求的是台湾青年黄景成 哪一天的朋友认识 他们所发起的 记得我是谁 墨西哥玛雅原住民 故事书计划 不过这个景成 我们刚刚谈到 我们这个目前图书的部分 已经有第一本动物了嘛 那后面有信仰死神 跟图腾部分 都在这个陆续进行嘛 那么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你刚刚提到 就说玛雅语言好像现在是没有文字的 对不对 他们原本是没有文字的 但是目前我们所合作的一家 NGO是作家协会 他们是由原住民自己创立的 只在帮那些原住民语言 把他们做一个书写的编列 是 所以你们故事当中 故事书当中是会有两种语言吗 还是 对我们会有西班牙文和当地的原住民 自己的语言 两种方式去做编转就对了 是 不过您刚刚提到这个 第一本动物的部分的话 你那个部分是之前有进行过募资吗 没有 那个部分的话是由我朋友所书写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故事书的话是 我们故事书主要是做成两种版本 一个是出版用的版本 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具有色彩的 另外一个是给工作坊用的教学版本 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书籍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募资的活动的话 就是为了可以出版 然后让我们可以有持续的资金收入 可以印制更多免费版本 这样子下去进行 是 不过我相信这听众朋友会好奇 就是说你们出版这图书的部分的话 到底对于这个玛雅文化的一个认同 或者是保存来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 或者是一个重要性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我们是把他们 已经死去的故事 重新的再复苏一次 对 同时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的话 代表的是 他们对自我文化 可以有再一次的认识 和再一次的认同 是 而当一个人 他们明白了自己的文化 背景 脉络 环境 我觉得 他的内心才会有所信仰 有一些可以坚持 可以自我立足的信心 也要当一个人 他对自我肯定了 对自己的背景肯定了 未来与他们才真正的会具有意义 所以像你刚刚讲的这个 第一本已经出版的 动物的这个部分好了 他们这个当地人看到 这样的一个书出来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他们其实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是觉得又惊又喜 是 怎么会有这么有趣的东西 嗯哼 对因为 呃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活动 是把书送到村庄里面去 嗯哼 但是小朋友他们第一次有自己的书 所以在我们到达之前 我们是已经通知他们说 欸我们今天要送书过来 是 但是 小朋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是故事书 所以他们很好奇 嗯哼 他们就大家都 引颈看完就等在村庄门口 嗯哼哼 对 热烈欢迎 对 热烈欢迎 看到故事书的当下 他们就觉得说 天呐这真是太棒了 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领悟这样子 嗯哼 而且这些故事都是他们当地的一些古老的传说嘛 对不对 嗯对 所以他们这个对这个故事内容都很熟悉吗 嗯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 呃 当地的故事流传方式往往是以图腾作为流传 嗯哼 或者是以口述 嗯哼 所以常常造成说中间有所缺漏 大家都只记得怎么开始的 怎么结束的 嗯哼 但是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往往是各说各话这样子 是 哦 但是我们这故事书是有这个图像跟文字嘛 图文并茂 所以在那边来讲这个 应该这个很开心 这小朋友们 这个是他们可以带回去的吗 对 这个是免费给他们的这样子 哦 是 不过呢 这个今天是我们这个募资平台 募资最后一天的嘛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你可以跟听众朋友 呃 简单谈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次募资的一些资金的话会怎么样做使用啊 嗯我们这次募资的话主要是为了帮这个这项计划注册成为正式的NGO或者正式的出版社 嗯嗯 让我们可以继续出版正式的书籍 并透过出版书籍后的资金回收 以印制更多的免费书籍给当地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做出他们的教育资源 并提供更多的免费图书工作坊给当地需要的小朋友和父女们这样子 嗯嗯嗯嗯 所以这个图书的部分的话 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一个是for这个当地的居民嘛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有对外贩售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应该后续的部分会呃相关资讯才会公布出来嘛 对不对 对这些资讯的话基本上在我们的页面上面都有清楚的写到说 我们会怎么去做呃做推销的部分 嗯嗯 可以和哪些组织或者是哪一些东西合作这样子 是 好那这些相关的这个募款资讯的话可以从哪些管道提到啊 嗯嗯这些的话可以在Facebook上面搜寻 Invisible Landscape写在地图之外 这是我个人的专业嗯嗯嗯嗯 然后里面会有我们活动所有的内容记录 同时也会有比如说过程中发生的哪些故事 然后我们遇到哪些挑战 所有的文章都会在上面公布嗯嗯嗯嗯 同时我们的官方网站是 Step in San Cristobal 对就是脚步文化这样子 嗯嗯嗯嗯 但主要的话会以西班牙文作为语言的沟通 是 另外一方面关于我们的整整个活动的计划 可以在Flying V上面搜寻 记得我是谁 墨西哥玛雅原住民故事书计划 嗯嗯嗯嗯嗯嗯 好我有先上你们这个脸书去看了一下 这个有把你这个你们之前所做的工作都呃 不定期的这个发表出来吗 一些当地可能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和我们这个呃 计划推动的一个进度都呃 目前状况是怎么样上面都会不定期的公布嘛 对啊 是那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呃上这个脸书啊 查询这个写在地图之外 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了哈 OK好 我们节目哦一连两天邀请是台湾青年黄景臣哦 来带听众朋友认识他们所发起的 记得我是谁墨西哥玛雅原住民故事书计划 那么这项计划呢是希望透过出版图书 为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孩子以及居民 提供教育资源 并且能保存他们独特的圆明文化 那么如果跟听众朋友呢有兴趣多了解的话 你可以上这个募资平台Flying V 来查询记得我是谁 墨西哥玛雅原住民故事书计划 来进一步了解哦 那么今天呢也是这个活动募款的最后一天了 那么也请这个有兴趣支持的朋友 也要把握最后的时间 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 要再次感谢景臣哦 感谢听到访分享当地的故事 先谢谢您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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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